字幕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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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Tommy 又是我康俊 上集我們跟加拿大朋友 講過Landing 最重要是第一件事要做的事 例如Quarantine 買SIM卡和銀行 如果想清楚一點 忘記了就看上個星期的一集 今集我們說什麼 今集當然是講香港人 最著重的東西 當然是講食 民以食為天 如果我去到加拿大 吃不回香港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講 關於多點食的東西 第二件事要講的就是 講我們的下一代 講子女 我相信在座的觀眾 對他的子女的聲害 十分著重 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如果這些資訊對你們有幫助 或者你們覺得有獎知識的話 就記住 like我們的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鈴鐺 一有新的影片就會通知大家 也可以幫我們分享出去 事不宜遲 好 我們再請你Ricky和Eva 你好 我們今天又多謝Ricky和Eva 跟我們聊聊天 我們上次講了很多關於 下了地 開銀行等 我們今天也想講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 就是想講關於 下了地之後 隔屋怎麼辦 以及吃東西方面的東西 是 我們問一問 因為之前你們的經驗 還有Quarantine 其實接下來要入境的人 可能都需要有十多天的Quarantine 怎樣可以使用這十多天 令到房子很舒服呢 我記得你們是 自個家 沒錯 家的感覺一樣 是的 好 那我先講一下我們之前的經驗 上網最重要的 之前提過大家要買來的SIM卡 但是SIM卡始終都有限的資料 所以我第一時間來 就申請這裏本地的網絡 其實也不便宜 大家要預算 也要時間 我Quarantine期間就去申請 最後差不多 Quarantine期間才能夠安裝 但是大家在越早申請就如好 除了上網之外 當然 一些食物方面都要留意 我們都下載了不同的Apps 例如Amazon 還有一些賣食的Apps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Apps 叫Instagram 其實它不是上網 上網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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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有很多地方做到的 譬如你都很熟悉 大統華T&T Walmart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服務 就叫做Instacart 上次也有提供 它的分別就是 它會有人幫你去買東西 哇 它所避免的一些超級市場 或者是供應 它可以是 H&M 也有 Walmart 也有 可以這個人和你一次過去不同的地方 就買了你 on the list 想去購物 的東西 好像最快 它是可以 好像兩個小時 就可以送到你府上 正 有時候可能都是on day 或者on day 通常都是on day 我覺得那個分別就是 有時候我去 譬如T&T買 是否不要這樣 不要開 沒有所謂 吃東西 食物的時候 你都始終是 就是想有人幫你選擇漂亮一點的東西 就是在一個 主婦的角度來看 對不對 幸好也不要爛 那我如果要買一些新鮮的東西 我就會用這個Instacart 無論如何都會有人和你去選擇 而它亦都會不斷地提供你 我已經買到些什麼 你的List 那有些什麼 如果買不到我 那些人又會用一張照片給你 我會用這個 可以嗎 這樣都會的 那它送完之後 你又要給它一個評價 就是它買得好嗎 那它就會保證到 它是 提供一個好的服務 選擇一些漂亮一點的東西 只不過當然 你會有一個 服務費用來給它 所以我覺得 你未必是一些很長期的用的東西 因為你出關 你就可以自己去買 那其實在 Drain the Quarantine 你用這些服務 給一點點 服務費用 我都覺得是值得的 好啊 我覺得很棒 一來你已經出不到它了 二來你永遠買東西 別人當然是收拾 收拾那個 當然是最遷就手那件 但現在有人幫你看看 美不美 所以這個服務費用 還有一個值得給的 我們都覺得 我現在都會拿一次 我想做這個購物 應該 幫人買東西 幫人買東西 洗別人的錢 幫人買東西 好啊 都知道 因為你去到這間屋裡 因為始終 有一個中文字 什麼四壁 家圖四壁 家圖四壁 什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你那十幾天 去到 是不是真的要睡地下 那麼慘呢 因為剛才我記得 Ricky說的那個 Amazon 應該可以幫到手 那Amazon 大家都聽過 甚至很多人都可能 但要留意 還有一個 功能 它叫做 Prime Membership 那這個好處呢 它很多東西 可能 next day 就可以送到的 如果它的產品 是屬於 Prime Surface的話 那它有一點點月費的 那大家留意 每個月都要 循環地付的 但是我都保持著 那些半年 都繼續保持著 我都繼續保持著 買東西 哈哈哈哈 因為它快 它通常 一兩天 就已經 送到過來的 OK 那所以 家裡很多東西 都可以透過它買的 那當然還有其他 賣傢具 那些 IKEA那些 全部都可以 上網買得到 即是生活必須的 傢具 各樣的必須品 都可以經過買的 其實可以買得到 我們覺得最初 始終我們是一個 新家產 我覺得最初 很誇張的事情 就是不知怎麼給 chips 就是一個 我們都很投行的 就是上網搜尋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究竟什麼時候 要給chips 呢? 譬如初初 我們訂T&T來到的時候 我們給chips的時候 那個人覺得很銷 很銷 很銷 但如果人家 Kia 是送一件這麼大的 傢具來的 那又 是不是要給呢? 其實問過很多人 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 後來就發覺 如果你說 一般來說 香港的 DHL T&T 就是這些 已經是 未煮熟的食物 去這樣教我 這些生的食物 就不用了 但如果你說 真是Uber Eats 這些 delivery 其實這裡 都是要給chips 其實這裡 在我們 除了這些 送東西來的 另一個繁榨 就是我們出去吃飯 又要給你多少 很多chips 都是一個香港人 是需要他 適應的 一個生活習慣 因為 一般來說 你出去吃飯 唐人餐館 其實你十個percent 12個percent 其實去到 外郎的餐廳 其實十五 十八 甚至二十 都是很normal 你需要習慣 即是 跟以前香港真的很不同 是必須的一件事 但都沒有明文規定 給多少 這個真的好 其實他有很大的 但是 是一個 如果你沒有給 的話 給得少 外國那些鬼佬 他會問你 他會問你 他會問你為什麼 他會問你為什麼 如果你多說你差 他多數是 在這一句 我是否服務得利很差 所以給我這樣的tips 他們會說 因為我想 反過來 其實這不是一件 壞事 只不過我們香港人 對服務性行業 就太過擔心 因為就是劉德華說一句 不是 其實不是 香港人在這裏寫著 要有10% 服務性行業 就說不用計 這個數目就對了 但到那邊 要隨兩比 我又不知給多少 因為他不是隨兩比 因為其實現在 香港的tips 你給了15% 其實是老闆收的 是啊 是給回公司 但現在 外國的生活 就是因為那個server 這個地區 即這個區域吃東西 就是那個server 去serve 那他server你很不好 就是你要給他tips 其實是香港的老闆 沒有出來 根本就是一個serve 所以變成我們香港人 要轉一轉這個心態 我們是要 即是要習慣 對 感受香港人幫助我們 而要給這個 當然 10%是一個minimum 稱之為 我們要遇到 但去到一些 其實去到外國的餐廳 其實都是一些很fine的餐廳 所以變成他真是一個server 他已經做完 他已經做完 做的事的情況下 那他那個serve 對 就是 你去西餐廳 他過來問問你 How is the food 一頓餐廳 幾次 那你去吃燒臘 他會問你那個叉燒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還有 他真的是很主要的收入 就是他們叫人道國家 可能是 對 我們給錢的時候 我們用卡 這個機器 現在的Deford 都會有些% 12% 15% 你不給也不太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可以減少 其實Deford 你不要說給意義 那是夢 12% 按不到 按不到 非常好 因為剛才也說過 那些人不給那怎麼辦 Tips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都想知道 因為其實 講開吃東西 有西餐 香港的西餐 都不會特別給Tips 因為包了 但是都想知道 其實 你們過了去 生活了都七個月 雖然他裡面 很多時間都是 有restricted 最近開班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出去吃多了東西 有 我們都多了很多 因為又好天 現在夏天 所以我們通常都 每次小朋友 回學之後 我們兩個都會出去 去找一些食物 跟香港的比較 因為都想知道 因為始終香港吃開香港 當然是知道 香港人喜歡吃什麼 但是去到外國 溫哥華 我們有什麼 跟香港吃東西的 很大的分別呢 我想最主要可能 那部分 那份量 會比香港大 就是 通常 一個人 都 約20元 左右 加幣 就是 港式 餐廳 你就約20元 這樣 OK 那會比香港 很貴的 但是 那份量會大些 但是 我又覺得 有時候你吃的東西 就是 質量 或者是 薄餐廳 都是差不多 這些價錢 又不是特別貴的 都是 20多元 一個人流 就是選擇 這個價錢 都高 茶餐廳文化 去到外國 都已經變成薄餐廳 在香港 香港 日本整個拉面 很便宜 就收你百多元 就是這樣 其實都是相似的概念 對 我又覺得 可能我們過來 我們有些朋友說笑 他們說 為什麼我們有一次去一間外國的酒店 其實是 我們有一次 打算吃一下 brunch 上次有朋友上學 進去就有很多老人家 那裡只有外國人 那間餐廳 只有我們兩個是這個面孔 我們應該是最年輕的 那兩個 那我就問 為什麼這麼多酒店 有這麼多老人家 然後住在內外的朋友就說 其實等同 你們香港的老人家 會去喝茶 我那個老人家就會去酒店 吃這些做好餐 那我就說 糟了 我們又有空去喝茶 又去酒店 又去酒店 拉高了你的年齡圈 對 但你又發覺 其實這裡的點心 也有很多不錯的 我們可能始終離開了香港 又好像特別是 一些以前吃的東西 以前沒有那麼想的 尤其是現在 端午節吃種 以前又吃 但你現在是很想吃 真的 但有的 那些質素都不差的 應該 這些運量量很大 是啊 是啊 所以變了 我想吃的那方面 反而是 這個飲食文化 流到加拿大 外國這些 香港就保存不到 在這裡 這些地方會保存得 水漿會好 可能會更好吃 是啊 還可以的 而且都是一些 香港人過來 可能會做一些 點心 一些冷凍的點心 的外賣 你可以訂一堆回家 你就自己蒸 那些點心 也有很多這些選擇 很棒啊 沒錯 剛才說了一點點 關於吃東西 知道了一部分 知道了一些提示 知道了大概一些費用 都知道你們兩個 多數是家裡煮的 嗯 健康 我們通常 尤其是晚上 消費用科學 通常都是家裡煮的 我們都會去一些 唐人的消息市場 那些 賣菜 嗯 那 講中文都很大問題 是嗎 是的 其實 因為有些朋友都說 很多時候 寫了擔心 疑長文之後 怎麼辦呢 如果我的英文不說我呢 那怎麼在外國生活呢 那始終加拿大是一個 很複製的地方 也都 這麼多年都已經有很多中國人在 那 所以就算堅持 我覺得堅持不說 一個字英文呢 其實是生存得到的 都可以的 廣東話其實都會廣東話 是的 我們一個禮拜都會去一次 在一些唐人的店舖 去買回 即是蘿蔔呢 貴的店舖是沒有青蘿蔔 哇 青紅蘿蔔湯 你一定要去一些唐人店舖 有回你 加一些感覺 即是加一些感覺 沒錯 送菜 OK的 即是全部中文都OK 嗯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 一樣買送煲湯 全部買得到的 這些好的東西 當然有些東西就要特別遲領 有些東西就 香港反而沒有 這裡就 會有 好像近來這個月 最熱 最熱 就叫斑點蝦 溫哥說也挺有名的 這個月才有 這些是季節性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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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你們那邊 我這個來年就沒有了 是嗎 你們那邊吃刺身 是比香港更好吃 很喜歡吃日本的食品 它很大件 又大件 對 全部厚切的 厚切 厚切 我們說了關於食物的食物 我們上一集就提到 因為你下了地有一個海關 但因為你還有 在香港還在寄去 家蕩 對 終於到了 應該幾個月後 兩個三個月都要 兩個三個月 之後要做些什麼呢 好 我分享一下自己的經驗 大概兩個多月左右 我們都有大概一百箱東西 寄到過來的 接著 貨運公司就通知我們 貨到了 我們就會去一個海關 做清關的 自己帶齊一些物件 因為當時我們入境的時候 有個行李箱 扔了一個行李箱 然後帶回去 去到上高 他真的會 檢查你 裡面有沒有東西要 付稅的 要交稅的 但是我們就比較順利的 很快 我記得整個流程不用五分鐘 因為那時候可能也是 夜前時間 他也儘量少一些 身體的接觸 所以我上去交了一張 名單之後 他問了幾句 簡單的問題 例如有沒有什麼新的 我全部都說回 我們做開的舊東西 吸引完 我就走了 五分鐘已經完成了 好 我們回來 接下一個搬運公司 就已經到了 非常好 很快 很順利 很快 但我們沒有問題 我這裡也跟觀眾說一下 因為搬運這些東西 其實都可以很瑣碎 也很繁複 所以變成 我們為了將會移民的你們 都特地安排了一個項目 就叫Eme Move 變成我們知道了 怎樣可以幫你運這些東西 去加拿大 是一個很順利的狀況去做 所以希望這個服務可以幫到大家 剛才說到清關報稅那裏 因為剛才跟Eva聊天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知道 來到加拿大有什麼利益 一說利益 就一定會說牛奶金 牛奶金 對 其實我知道是有些需要 才可以多個牛奶金 對 還有 怎樣跟我聊天 很多時候是給了一個 caretaker 通常是媽媽的 所以我就覺得 哇 一定是我的袋 這些東西 我們怎麼發覺來到 原來在我們今年 是沒有這個資格去拿過 我都 你說吧 我本來拿就給你說 哈哈哈哈 首先我們到了之後 加拿大這邊 報稅 就是4月份之後 好的 剛才說所有的福利 酷乃金就簡稱 這邊的名字就叫CCB Child Care Benefit 我們首先要過稅 Child Care Benefit 就會看今年和前年我們的 income 今天就夠了 對 前年 的 income 才去看可以拿到多少 或者是否拿到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有收入 所以我的會計師 報完稅之後 就通知我 我們暫時 小朋友 今年 就不可以拿到任何牛奶金 對 因為它有個範圍 好嗎 明年 明年 再報稅 再看情況 嗯 沒問題 當然 都要先貢獻 對 即是你去加拿大 不是攤大手掌 下來拿服 始終都要有些貢獻 就不像 不說了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好 不如 因為剛才都說了很多 我們 轉去回來 去跟你們說一下 你們囝囝花的那些 我們轉去回來 疫情嚴重 醫護對防疫的工作 絕對功不可沒 尤其是那些長時間要照顧兒童 和長者的醫護人員 絕對值得敬重 為了答謝醫護 我們Eme898 決定為你們出點力 推出全城最底的 移民加拿大項目 只要你從事醫護行業 或者幼稚園老師就可以立刻申請 去加拿大工作兩年 你全家就可以成為 加拿大永久居民 還想 快點來申請 好了 我們就回來 我們繼續說 關於 學校的事情 好嗎 因為知道 Ricky和Eva有兩個 很可愛的 公子 公子 但你現在只有一個實例 我們會認識 哈哈 小朋友不需要知道 你們需要認識 所以我們想多知道 小朋友 從香港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將一些東西 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全部都很大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都想分享一下 現在兒子上學了 都快要暑假了 有什麼很大的變化呢 其實很多朋友問這個問題 他們習不習慣 所以回答是我們 是我們習不習慣 他們兩個小朋友 現在都在讀 Grade 3 和Grade 6 其實他們在香港 都是三年 讀同同年班 他們來到這裏 就跟隨年齡入學 以前他們兩個在香港 都是讀一些傳統的男校 但是我已經相信 那時候的學校 已經不算是 那些最特別多 功課的學校 但是都是走不掉 要補習 功課班 尤其是我們那時候 都是上班 雙職 他們走不掉 這些放學的時間 來到這裏 為什麼我要適應呢 就是 我發覺他們是沒有功課 是 是 伯哥呢 我真的來到這裏 現在半年 因為他們都是 插班一月 上班的 季節開的時候 我可能見過他們 五隻手指數 在家裏做功課 那 弟弟 《Break 3》 他都有手簿 他就會是一個星期 星期一有一個功課 是很平常的 星期四去教的 其實你看到的分別就是 始終他們最初來到 是 小孩 要做功課 可能他們的英文 都仍然是需要 一個適應期 就是 老師會 評論他們 英文 譬如你 socializing 是沒有問題的 你跟別人去說話 但是你去到這裏 學到的 terms 是可以很不同的 就是 尤其是 譬如你在香港 學常識的時候 你只是一個背字 但是你來的是 是science science 他們是學生物 哥哥在學生物 尤其是弟弟 現在是學生雞 孵化出生 其實對於他們的小孩 是一些很興趣的事情 亦都不是要去背的事情 那變了 那時候他們 最初就看到 其實學校 因為我們就很簡單 一個公共學校 就是我們緊著公共學校 那 那個 學校的資源 其實我們發覺 亦都很好的 因為 最初我就看到小孩 他經常回來 會告訴我 他說 有個老師 如果我真的 英文我不會去說 不會表達 有個老師 他會說普通話 那他就 跟我一起去 read 就是個卷 就是解釋給他 他就可能 用他的 就是他自己 解釋給老師 去表達給老師 那老師就會教他 怎樣寫 就是變了沒有什麼壓力 而且尤其是最初 我們來到大概兩個月 我想 弟弟的老師 就約我們 做一個見面 就是聊天 他也想知道他有沒有習慣 那 他說 我發覺他可能 英文 都有一些字 對於他也是難的 他說 不要緊的 我們就特別把他 要學那個範疇 我們把他從 grade 3 調到 grade 1 是 因為他的設計功課 和每個星期 可能要串少少字 可能有十個字 是跟他的班是不同的 那老師問 你不要介意 其實我就是想他有個信心 那他慢慢 他們很快就會重新 所以我會覺得很驚訝 因為 一來他們那個學校架構 是挺有趣的 我相信這裏可能都多 是一班 他們是 combined 就是 grade 3 和 grade 4 因為哥哥可能是 grade 6 和 grade 7 那可能他是一些 是 maximize 你過每班的人數 因為他們一般 每班可能是 20 至 22 個人 有些班可能是 single grade 3 有些可能會 combined 但他學的東西又會分級 所以他就說 家長你不用擔心 又不用怕 grade 4 學少了 要做 grade 3 就不會的 就覺得很驚訝 如果以前可能 你的兒子不行 你去找補習 你搞定他 但你已經是 combined 了一個班 他還要特別去給一個 好像 syllabus 給他幫助他 度過了開頭的兩個月三個月 我覺得是很神奇 然後就是 他們自己的自律性 可能有時候你看我的 sharing 都會看到 以前就算他們在香港看書 可能都是半讀的 我的兒子是需要半讀的 但來到這裡 初初原來發覺他們每人 是一個 log in 一個電腦 一個 program 是給他們的 就是很興奮的 就是孩子 他會有一隻 robot 在那個 program 就是每一天 他有一些不同的 level 的書 例如 listening 要他自己讀出來的一次 還有一些 crisp 只要他答對這些問題 那 robot 就有一些錢 分錢 就可以幫助 robot 買頭髮 買衣服 然後慢慢做 慢慢他就會變成一個 每一晚他自己都去做的事情 而學校也會再額外 給一些禮物給他 他好像有一個火箭 如果你這個星期已經讀了五天 那你的火箭就去這個 planet 你走運那麼多 planet 你有一份小禮物 變成了他是很自覺性去做 又很 interesting 去做 然後慢慢現在他就會自己拿到英文書 其實中文書都一樣 因為我們其實 這裡其實由第一天上學 那個 school board 已經叫我們 你們不用特別說 要他不說 你們的 mother language 你們照在家裡 繼續保持你們的 mother time 去說話 英文我們是會幫他的 所以他的學校是有 TLL 的班 而第一天上學 你爸爸 你自己都是爸爸 你都知道一開學 有很多通告去簽 沒錯 很苦惱的 但是這裡 我第一天收到只有兩張紙 全張紙都是問 這個小朋友 你覺得他的 weakness 是什麼 他的 strength 是什麼 你想他可以改進到的是什麼 那我就突然間會覺得 其實在香港小朋友 就是幼稚園開始 你只是會給那張紙 是爸爸媽媽給你的說話 你每年都會寫一張這樣的紙 沒錯 但是我覺得這裡 他反過來 我第一次要填 是從小朋友的角度去出發 就是學校想了解他 多於了解你媽媽 你是爸爸 你想他媽媽 都挺以小朋友出發的 所以他們一路 看到他們的適應是很容易 最多就是最初 我覺得我要適應就是 糟了 他又見到有功課做 又沒有手機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到底懂不懂的 會不會是你不敢回來跟我說 你害羞 從最初他們說要做 因為這裡是很多 要原來他們自己做 研究的 那現在就自動放 他們很多人自己找 亦都做了 亦都創造了很多 即是會自己帶一些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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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做 那我就不擔心 因為已經看到他們 是懂得自己去找 一些資料 而不是好像香港 是給你一本書 去配合你 你背好 你就拿到那個方法 這樣 反過來就 所有東西是你自己去找 或者是幾個朋友 一起去做 非常好 因為外國的生活 外國的讀書 其實每個人都說 一定是外國好一點的 香港的錢納息 這個分享 簡直是完全明白到 主要的分別在哪裏 讓香港的學生 真的很辛苦 是啊 其實我們以前 都不是怪獸 老實說 反過來 有時候我媽媽都說 那些緊張一點 都不行 但是 我來到這裡 反而 為什麼可以駕駛這麼遠呢 為什麼不可以 在一個平衡中間 大家都開開心心 父母也開開心心 沒錯 現在香港其實是父母上學 對 也不是小朋友上學 小學的功課 真的深度 我沒有小朋友 我姐姐也有 所以 盡早 如果你要進去 真的要進去 不用了 不用了 我都覺得 只要移民 兩個小朋友 對 因為 分享了這個 我覺得大家 有小朋友的觀眾 一定要去想清楚 因為 小學和中學 其實都有些分別 在加拿大 因為 兩個人都在小學 的情況下 就知道了 因為我本人 輕鬆一些 對 因為我本人就是小學 然後升中學 再升大學 所以我完全明白 你說的 因為之前就是香港 不斷背書 密書 每天七款八款 供課回家 做做做做到 九點十點 立刻睡覺 第二天起床又上學 其實很可憐 之前你收拾書包 也是一個壓力 對 我可以告訴你 那些書包 他們是沒有東西的 對 我總覺得 這個書包是沒有東西 放進去 那時候 我總覺得 現在的學生 背的是黃金聖衣 他們要走 有肌肉 他們要練肌肉 他們很怕 帶下東西 那些東西 沒錯 沒錯 我們說一說 現在知道了學校生活的分別 當然也好 也有些家長覺得 不是很追求學生 沒問題 每個家長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是的 我也是這樣想的 因為你要移 其實這裡都可以移 對呀 反過來很有趣 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你是讀國際學校 給錢不移 這裡反過來 給錢讀私校去移 要去補償 其實 我覺得都是一樣 就是你選擇一個 適合自己的小朋友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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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幫助將會移民去的朋友 其實 兩個兒子一開始 怎樣找到這間學校 或者是否有什麼途徑 有什麼形式 或者有什麼要做 才可以找到這些學校 這裡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提及 我們去公立學校 公立學校 所以要留意 好像香港一樣 校網 OK 他會留意你自己住在哪裏 那區的小學 或者中學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 學校的網站 你去回自己的區 好像我住在Bernerville 走去Bernerville 學校的網站 之後打回自己的地址 他就會展示給我們 看我們是哪間小學 我是哪間中學 半年前我過來 在空間期間的時候 我就去申請 去學校網站申請 去更新我兩個小朋友來到 他很快就電郵回答我 亦都約我的時間 用Zoom 和兩個小朋友 做一個英文的assessment 去了解他們的情況 OK 跟他們的年紀 去整理學校的學位數 是很好的 那關注完之後 他們很快就已經接著 就立即可以上班了 是 那我相信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他們 他們不要負負責 在這個 他自己的房間 那裏 可能都是跟他們聊聊天 或者問一些英文的問題 看看他們的listening 其實我相信 就是listening 都很簡單 基本上不是太大問題的 不用說很擔心 好啊 非常好 但反過來 可能你會去看學校的ranking 可能你心目中有一個新的學校 你才會選擇你自己下腳處在哪裏 反過來就是 因為這個對找屋 都有點 有些技巧 好啊 因為其實你知道了 那些ranking 好的情況下 那裏的房子就會相對貴 哈哈 所以都要看看自己 能否得到 但是其實 我想表達幾件事 是我們香港已經 求分數 求得這麼辛苦 其實去加拿大 都是想找一個 合適自己 或者合適小朋友的生活模式 加拿大的教育 是一個 全部都是一個統一的教育系統 不會因為我住在Vancouver 或者住在Burnerby 他教的會不同 因為全部都是Public School 所以 他們有分他的ranking 當然是 他的CG是會有不同的 但是他學習的東西 相對來說 其實不會差得很遠 反而我個人認為 都是看看 小朋友會不會合適 或者那個區域住得你舒不舒服 因為有些區域 可能是很厲害的 中學很厲害 專門進入大學 但是那區的房子 可能是你想住那區的三倍 甚至那裡的人 跟你比賽的人 真的會變成香港 或者你會不會想有那樣的生活 所以變成 又是很大壓力 變成你真的要調整一下 找一找 那我都知道 因為我們都聽到一些 特別是一些國家的人 其實有一個比賽很大 要找一些教授去補習 其實你的選擇 都是可以繼續 沒錯 找這些東西 其實有些加拿大的網站 剛才搜尋City的網站 可以知道了 可以知道住哪一區 會有什麼學校在附近 這些APP 我們都會和大家分享 變成 到時你們要找 可能預先 做少許研究的時候 知道哪一區會比較合適 也可以知道那邊的樓價 會不會合適 是呀 所以整個字 一圈就差不多 沒錯 沒錯 我們今天就說到差不多了 也很感謝兩位和我們的分享 我知道Eva有一個網站 Facebook 是呀 有一個網站 因為現在多了時間 有些朋友就說 不如你也在自己的Youtube 開一下 拍一下 知道你們的生活是怎樣 所以有時候覺得 嘩 櫻花第一次在加拿大 我看到櫻花 嘩 很厲害 很漂亮 所以又搞不住 又會拍一下 非常好 分享給你們的Youtube頻道 大家可以訂閱一下 好 好 我們之後 會在畫面有Eva的連結給你們 所以你們想看 關於Eva和Ricky的生活 我們可以在Youtube那裡看 我們以後下來 就會現在看清楚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 多謝兩位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 你小黃 哈哈 小黃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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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黃 白 你 做什麼 你 做什麼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